對於就是本身被掛鉤賣淫這件事情 他們是確實相當的覺得很冤枉 委任律師出面 針對台北中山醫院 捲入非法性交易事件 二度遭台北地檢署約談 大動作澄清 強調2015年到2019年間 中山醫院登記以 健檢醫美來台的個案人數 有15000人 其中只有一位被查獲來台 從事性交易 絕對沒有外傳10個人這麼多 中山醫院名氣響亮 不少名人都會選擇來這邊就診 但旗下診所 明明有貴婦診所支撐 怎麼還會捲入賣淫事件 11月初檢料約談 中山醫院前院長林瑋正 和現任副院長李世銘等6人 其因是警方逮捕一名大陸籍女子 以健檢為憂 來台從事非法性交易 吃了就是中山醫院的健檢收據 一號又在約談 現任中山醫院院長謝世銘 院長很錯愕 院長非常錯愕 他們在事發當天 還是一樣就是只有隔天 還是一樣動了超過16個小時的手術 據了解大陸民眾要來台健檢或做醫美 如果是醫學中心金額要兩萬以上 非醫學中心也要一萬五 而且每次來台只能停留15天 如果有預約健檢之後沒有到場 醫院也得向主管機關承報 而中山醫院強調類似案例 只有一位還是男性 今天陸籍人士來台以後 她在踏入醫院和踏出醫院以後的行為 是完全醫院方不能夠掌控的 院方強調被逮捕非法從事性交易的陸籍女子 確實有到院健檢 而健檢完後的行程 院方無法掌握 強調絕對沒有不法勾結分贓 後續也會配合檢警單位調查捍衛醫院名譽 TVBS新聞許國恆林立台北報導